大乐透的历史资料下载的一个方式 那其实你只要在Google里面输入什么呢 输入关键字只要是大乐透的历史 历史资料历史号码都可以 其实很多地方你会发现Google还蛮好用 而且现在大部分人都很习惯用Google在找资料 为什么因为其实你基本上想找的资料 基本上Google里面都可以提供给你 而且甚至给你一个不错的答案 比如说像大乐透的历史资料的话 你把它Enter一下 你会发现这边就会提供什么呢 乐透云还有什么大乐透历史的比对 等等的一堆对不对 那其中第一个乐透云好了 这里面我们反正先找 因为我也不确定是不是有全部的 那我那时候就是直接点第一个 就发现说呢 第一个里面呢 它就已经把每一次的开展号码 每一次每一次的开展号码全部都帮我列出来了 也就是说呢最新一期是在那个11月28 等于是昨天开展号码 然后呢一直到第一期的部分 第一期在哪里呢 因为它最新的是第一个配局 最旧的是50配局 所以最这个是广告 然后呢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等于是第一期 从2004年一直到2017年 它有开这么多期的资料 但是呢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可以把这些资料全部都放在那个Excel里面 可以让我统计的话 那我可能需要做什么事呢 第一个也许 以前的做法也许 我想应该你可能第一个啦 可能就是要怎么 把这个东西复制贴上 复制之后Ctrl-C嘛 然后Ctrl-V 那可是如果Ctrl-C,Ctrl-V 那你可能需要用就是50次啦 当然如果它有一些新的更新的话 你又要重新 应该不用啦 也许新的更新你要再复制一次 那当然我们希望说 可不可以有没有一个方法 可以快速的 假设说啦 因为这个资料还好 它变动不大 只有新增 没有重新再变动 那如果说你的资料来源是会变动的话 哇那你不是又要重来一次 那又花更多时间 所以呢如果说 我今天希望把这50个配局 全部都下载到Excel 有没有快一点的方法 当然有 今天我们要来接下来讲是 你第一个要怎么样 如何把那个1到50个配局 全部都下载到我们Excel 那1到50的话 其实如果说重复做同样的事情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跑个回圈 4i等于1到50就好了 那做什么呢 把里面的配局 分别下载到Excel 下载到Excel 我上次里面有提过 就是那个 有没有 资料里面有个从web 你可以从web那部分 但是呢 如果你每一次都要做一次 每一次都要做五十次 所以你可以把它录制聚集 再改成一个回圈 让它跑五十次 资料就全部下来了 至于细节等一下会讲一下 你也可以试做看看 那第二个下载下来之后的话 可能要解决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你每下载一次 它上面都有栏位名称 所以你每个栏位名称 这多余的栏位名称 怎么去把它删掉 删除列的部分 前面有讲过删除列 那今天的话也顺便复习一下 第三个是 它的资料呢 你看这个储存格 如果汇到Excel的话 一个储存格里面呢 有六个号码 那你必须把它剖开 那如果要把它剖开的话 什么方法比较快呢 其实你可以用什么 前面好像是不是有讲过 一个叫资料剖析 这也是一样 它中间间隔斗点 那你就用资料剖析把它剖开 本来它放在一个储存格里面 那你就把它分成六个储存格 就等于六栏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 把资料分开 再利用上个礼拜热透彩的那个规则 用康衣服加康衣服 你就可以算出 一到四十九号 历年来的几率最高的是哪一个号码 其实当然前提 你必须要先把资料先准备好 如果你没有资料 你怎么统计嘛 对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按部就班来看 一 所以大概知道一下 我资料怎么来的 未来 请各位注意一下 其实网路上很多资料 都可以借由这样的方式去抓 OK 不过有一些资料呢 可以抓啦 但是有些资料 如果你用那个从web会失败 主要原因是 如果它本身就是开放的让你抓的话 像这个资料 它其实反正秀出来就是固定的那个page 但是有些资料 同学可能比较抓不到什么 像它可能要下拉清单 要选一下下拉清单 然后旁边一个按钮按一下 它才会更新的话 那就不是用这个方法了 因为那个方法变成你要动态的去选完之后 才能够做下一步 那个部分也可以抓得下来 只是说它用的方法会比较复杂 不是做不到 是方法比较复杂而且比较困难 那不然我们按部就班 所以理论上如果你要抓的话 要注意一下 只要网路上可以看到到资料 通通抓得下来 但是呢 有部分是open的 就是让你抓没关系的话 那OK 可是有些网站 像什么证交所啦 证其会 它有些资料 我就是不要让你 我让你看得到但是抓不到 所以它会用什么 很多方法 让你怎么样没办法抓到资料 不过呢 倒高一尺 磨高一掌 反正你还是可以有办法抓 只是说 这慢变成说是一种技能了 你不会你就抓不到 你会的人就抓得到 好 另外第二个各位请观察一下 每一个page 你点击的时候 你会发现 1 有没有 你会发现 在这个后面的话呢 它有一些比较重要 各位需要知道的 因为抓网页的话 你可能要先知道一下 什么叫UIL 应该知道UIL吧 UIL OK UIL其实就是这个啦 一般简称就是网址 网址里面的话呢 有哪一些比较特殊的地方 你需要知道 这个它的网站 后面有一个什么 它的一个网页 不过一般的静态网页叫HTM 应该没有 应该没有问题吧 点HTM是静态 可是如果说后面是什么ASP 或者是什么PHP 或者是什么JSP等等的 反正后面好像一个P 那就是动态的 意思就是说呢 它是动态的去抓 它有个资料库的资料 当你载入的时候 它会根据呢 你后面的引述 有没有 index page 2 如果是1的话 就抓第一个page 2的话抓第二个page 与此类推 意思就是说 它是动态的去把资料 抓到画面上 动态的把它画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 虽然它是同一个页面 但是呢 它会因为你点选的页面不同 而产生不同的结果 有没有 动态的去把后面的资料库 抓出来 秀在网页上面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动态网页 OK 那html html实际上就是静态网页 它html不能更新 但是那个什么 像ASP PHP 这种东西都会更新 那你可以找出来规则 如果后面有个问号的话 表示说它传递 URL参数 里面的话呢 有一个参数叫index page 等于1等于2 所以呢 其实你这边最多到50啦 那你可以针对这个来做一个回圈 所以请各位呢 先稍微把这个了解一下 第一个 第二的话呢 再来开启那个 我们的这个 eSale 不过eSale 你会发现 我们现在因为 装了一个新的环境 还好 它预设是 所以可能慢慢习惯了 以前好像是打开 程式机就看到 office 那现在的话 它好像按照什么 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刚好1还好 在这里 点击它 那因为我这一题没有练习 没有范例档 要先建立一个 空白的什么呢 空白的活跃部 OK 空白活跃部点两下 那这个时候全空白了 里面没有东西 那我需要做什么呢 请你先学会 第一个什么呢 先彩排一下 因为我等一下会需要什么 把一个聚集的录制下来 录制聚集这边 可能要开发轮要先打勾 那录制前呢 你可能要彩排一下 彩排什么呢 取得外部资料 上迪方点错 应该点这边才对 从web OK 特别注意哦 这个从web呢 它会自动呢 打开之后的话 因为资料在哪里呢 在网路上 那它会自动帮你把 这一个 一个画面 把它载进来 实际上 你会发现 这个好像有点熟悉 因为它是把IE浏览器怎么样 帮你迁入到这个画面 意思就是说呢 把IE浏览器怎么样 塞到这边 把它当成一个外挂的程式 那你可以做什么呢 把刚刚的那个网页 这个网址 那我们先从第一个 Page开始好了 Page 1 然后这边把它复制一下 再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边来 OK 然后呢 你把它倒一下 它会有些错误啦 反正你就试就对了 全部都试就对了 因为它里面 有一些JavaScript 可能会错误 好 那做完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只要是 这个网页里面的标签 是表格的话 其实 理论上 应该里面是一个Table 不过因为 我们有些同学 可能对那个HTML 不熟的话 它就是尽量避开 反正呢 这里面就是一个表格 那在表格的左上方 会出现像这样的符号 那你要选取什么呢 选取其中一个表格 假设我要这个表格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打勾 打勾之后 汇入到哪里呢 汇入到A1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呢 它会自动帮我 把网路上面的资料 自动下载下来 可是我现在呢 只有下载一个嘛 对不对 那如果我要下载第二个呢 那其实你可以把 把刚刚的 这个动作录下来之后 然后外面包一个回圈 这个回圈的话 就for i 等于1到50 对不对 然后因为我们的网址嘛 不是每一次 每一次贴呢 都会变动一下 所以这个变动一下 第二个配局 第三一直到50 对不对 不过第二个问题 可能就是说 你要汇入到哪里 预设是A1 可是呢 如果说你第二次 应该是哪里呢 应该是再往下 最下面一列的下一列 那把我汇入 所以待会录完聚集之后 需要修改我们的程式 改几个地方 改两个地方 改完之后呢 你按个按钮 它就会全部帮你 把所有的网页的资料 通通都下载下来了 OK 应该了解我在说什么 只是要怎么做 待会我们会把 那个细部的部分 再跟各位做说明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先也许你先了解一下 那个大乐透 我刚刚是Google 也许你到那个Google的首页嘛 输入那个大乐透 控一格历史 当然如果你自己有 在 算买那个什么呢 像不一定是大乐透啦 如果你要威力财 或者什么什么 精彩539啦 等等的 反正一堆 那你也可以 利用同样的方式 修改一下 你就可以把历来的资料呢 全部 一个按键呢 全部都把它当录下来了 当然甚至你可以再把后面的动作全部做完 然后最后呢 自动显示出 历来 这个开奖 几率最高的前几名 你把它列出来 或者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功能 也许你可以 用不同的方法 把 可能 可能条件的把它分析 或者历年来 哪一天开奖的时候 开哪些号码的几率最高 也许你可以做这些事情 那待会 请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并且 彩排一下 我们等一下呢 就把那个 刚刚的部分呢 再做说明